记得以前对线拼不过 总觉得是对面有符文 而我没有 于是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干 好不容易凑齐了两套通用符文 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了 没想到这仅仅只是刚入门 当时一套符文 基本上需要花一万二以上的金币 要知道除了手剩的一百五十金币 平均一把也就五十金币左右 这意味着 一套符文需要打数百场游戏才能凑够 虽然一套符文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很多玩家还是会给自己的本命英雄 搭配一套专属符文 虽然过程很艰辛 但当对线能够压制对面时 心里也有一种成就感 甚至有一些真爱玩家 还吃巨资购买了20页符文页 不过当时的符文系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老玩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 符文比较齐全 而新手玩家常常因为符文不全而被压制 这对于一个竞技游戏而言 是极其不公平的 于是拳头决定移除符文系统 2017年11月 S8赛季季前赛 就符文系统移除 同时玩家等级也可以突破30级 金币变成了蓝色精粹 至此联盟跨入新时代